还是来向您求婚的 大家好 我是少年野 你或许没看过这门小说 那你一定听过这句非常浪漫的告白 那么他的小说究竟讲了什么故事呢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小说就是他 一灯印桃花首发晋江 这是一本看似相杀实则相爱的故事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生活的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城市 并不是那么平平无奇 你有没有想过你身边其实隐藏了什么 活了上万年的上古神兽 比如楚河 他表面是一个冷静自食 高冷静遇到他弟弟一直怀疑 他有什么难言之隐的总裁 实际上却是尊贵的凤凰冥王 他隐姓埋名藏在这个都市 是为了躲一个人 那个人叫做周辉 这个周辉不是别人 是楚河的前夫 传闻楚河和周辉夫妻不合 因为这个周辉他不是人哪 首先他不会养儿子 人家凤凰辛辛苦苦给他生下两儿子 一只大逢鸟一只孔雀 以下我们把两儿子简称为大毛二毛 大毛饿了 周辉为他生福特加伴老干妈 他还训练大毛刁飞盘 这是养儿子还是养狗 他还把二毛绑在棍子上当拖把用 临时不会养儿子也就算了 中咬关头 大儿子犯的错遭到天谴 周辉不但见死不救 还拦着凤凰不让凤凰救 后来大儿子死了 小儿子被人掳走了 就这样的男人 难怪最后凤凰叛变离开了周辉 和魔尊勾搭到一起去了 从此凤凰化名楚河 就这样常在人间不知道多少年 直到有一天 他跟着市长一起去跟一个项目 结果周辉出现了 他化名成了周一 他叫周一是因为他是一组组长 姓周 那我就很好奇了 他们八组组长 信不信王 这个周一一出场 浑身充满着王八之气 特别流氓 看见个美人还要上去调戏两句的那种 除了帅的今天动地以外 我真的暂时没看出他有啥优点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生气了 什么 这种渣男居然是正牌宫 替坑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 你看到的渣公 其实深情了万年 你以为他们夫妻感情破裂也是假象 那么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前方注意我要剧透了 飞降道人员迅速撤离 你看这凤凰冥王高贵冷艳 外貌美的惊天动地 打起架来 逍有善战强的一批 但是不知道多少万年前 当时的他还是个蛋 凤凰有个本能 他会全新的信任和爱破壳以后 他见到的第一个人 当时凤凰第一个见到的人 是韦佛世家 世家养大了凤凰 他告诉凤凰 你是凤凰 永生不灭 而我终究会死 不能永远陪伴着你 除非我成佛 所以凤凰为了让他成佛 并天雪地里跪着前行 向天发愿 还抽了自己的十二根骨头做成剑 为了积攒功德 还不要命地杀进了雪海里的大魔头 他真的拼尽的一切 终于让世家成佛了 然后他就被世家给抛弃了 那个时候他才明白 世家只是在利用他的感情 他从头到尾的目的 只是为了成佛而已 小凤凰表面强的一批 其实内心敏感孤独 就在他最愤怒 最痛苦 最绝望的时候 他知道了一个预言 未来的他会和一个 不在因果之中的人 结婚 生下两孩子 于是凤凰等啊等啊 终于等到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非常英俊 骁勇善战 是个大魔头 大魔头率领着四二道的魔物们 打上了天界 还看起来拽得一批的 用长刀指向了凤凰冥王 就这行为 怎么看都是赤裸斗的挑衅 于是凤凰向大魔头连续射了十二剑 他一边射剑 大魔头一边越过千军万马 靠近凤凰 最后一剑 大魔头不顾满身的伤痕 也不顾剑 把他整个手臂都烧得焦黑 他抓住了剑 安息跪下 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 对凤凰说 原来百年前 这个大魔头还不是个男人 是个低贱的魔物 这只魔物被困在天道经中下 他桀骜不逊 宁死不贵 而凤凰冥王出现 并且放走了本该被处死的他 从此 地狱里卑贱的魔物 一直按照着 三十三重天上 珍贵的凤凰冥王殿下 为了追求凤凰 他修炼出了人形 逐渐变强 最终称霸了四二道 终于可以去向凤凰冥王求婚 而凤凰也突然明白 这个人不在因果之中 就是他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你说你来干什么 我来向您求婚 好 我答应了 说实话 这是我看这么多年小说 最爱的告白场面 没有之一 而且太励志了 让我感觉到 只要我们足够努力 爬得够高 总有一天也能得到 我们想要的男人 这门小说 看似相爱相杀 互相恨得牙痒痒 但实际上 他们从来没有一刻 不爱过彼此 凤凰表面高贵冷艳 神圣不可侵犯 又骁勇善战强的一批 实际上他内心敏感脆弱 伤痕累累 非常害怕孤独 他知道了一个 关系到他爱人生死存亡的秘密以后 为了保护他的爱人 害怕孤独的他 不惜主动离开爱人 利用自己谋划了一盘大旗 独自背负了一切 只想为爱人杀出一条深路 功能 他表面顽固自恋 浪得飞起 实际上他深情的一批 占有欲极强 千万年来 他非常珍惜兽 给了兽最漫长而又深情的陪伴 兽差点害死他的时候 他浑身是血的抱着兽说 没关系 兽离开他以后 他就走上了慢慢寻奇路 找到了以后又害怕失去 将有欲变得越来越强 他不顾众神的嘲笑 穿越千军万马给兽求婚 还用自己的骨头给兽做成剑 兽涅盘后 他抱着凤凰蛋默默等待 结懊不须溺死不贵的他 为了兽一步一磕头向天发怨 太生气了 姐妹们凤凰本来可以不死不灭 他们却约定同生共死 一起葬在布州山 如果有一天 我死了的话 你觉得把我埋在哪里比较好 布州山 为什么 地方的 你跟我都埋得下 真的太感人了 这本小说刀口甜糖 而且剧情比较复杂 唯一和现实穿插 看得我在群里大喊 桃花太大了 我草老帅哥 快快快 我等不及了 快讲 我是说 提灯印桃花 格局太大了 哦 滚吧 没意思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正版 和我一起感受正道版交叉阅读的痛苦体验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